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画梅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 剧木场后边的草地上 普鲁士士兵正在操练 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 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 急忙向学校跑去 铁匠瓦西特带着他的图景 不好意思 文杰 是铁匠瓦西特 不是瓦西特 你干什么呀 你被错了呀 我帮你纠正一下 程家书你有必要这样吗 文杰 程家书 怎么了 最近忙着搬来恒山 也没机会跟你聊一聊 你要跟我聊什么呀 走 走 走 就说说这一次你跟华俊修改的剧本 我的剧本呢比较理想主义 但是人性却是现实的 只有在人性的真实和复杂面前 才能上显信仰的力量 否则 纯粹的理性就没有那么感动 谢谢你 让我看到了自己狭爱的一面 我们改剧本的时候 真没想那么多 我们只是单纯地从人之常情出发 你呀 别妄自菲薄了 家书 有些时候 我特别羡慕你的真实 成了 别再夸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从我第一次在清华见到你到现在 我觉得你的变化好大 难开救人 难下求学 到后来难民收容所你所做的一切 到现在 报考临大 还有这次修改剧本 你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陈家书 我看你以后 你还有什么 你怎么说 我感觉到这次修改剧本 你还不想和你 你再想和我 你也想和我 你都能和我 你都想和我 你还不想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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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想和我 你还不想和我 今天面试我 那你一定要 把握好机会啊 怎么样 有信心吗 我也不知道 挺紧张的 朗诵的时候 我想用都得的 最后一课 但是我一直没练习好 没关系的 你要有信心 只要你表达清晰 感情真挚 我相信文先生 一定会感受到的 你这么一说我踏实多了 谢谢你还去学姐 没事 那你快去吧 回见 嗯 文杰 还不向文先生 介绍一下你的详细情况 谢谢文先生 您能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 对我已经是福分了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地崇拜您 您的死水 红烛和妻子之歌我都会背 所以我特别希望 能够成为您的学生 你的文章 我都看了 文笔文方都还不错 不过我们 林大的课程设置 和你们东吴大学有所不同 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 文先生 如果我有幸成为您的学生 我一定加倍努力 绝对不拖同学的后腿 我 我在学校还选修了英文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用英文 给您朗诵一首都得的最后一课 希望先生指证 好啊 来吧 我去学校很晚 那早上 我非常害怕被骚扰 尤其是 Mitsu Aima 他告诉我们 他应该检查我们 的参与 我还不知道 他们的第一个事 我早上在学校太晚了 我都害怕了 他是一种胆怯 当然后边讲到了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个民族失去了尊严之后 那种悲愤和挣扎 文杰 你很聪明 我希望你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 加倍努力地读书 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 记住 读书就是为了保效祖国 好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 文先生 我去吧 谢谢裴先生 好球 好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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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杰 文先生同意你了 真的吗 恭喜你啊 文杰 谢谢你华君学姐 不是因为你的话 文先生肯定不会收留我的 别这么说 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主要还是因为你 林华君 你是我考上林大以后 第一个想分享好消息的人 你能成为我的朋友吗 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 起立 来 来 喂 先生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我现在 离开北平时有太多的资料和教材 来不及带上了 我把课堂上的主要内容 都摘记在了这个本子上 如果有同学需要预习 或者是课堂笔记 需要查漏补缺的 可以在课后随时找我 介约腾上 同学们 我看 日寇如今 生灵涂炭 中华民族正在遭遇 黑暗时刻 正因如此 我们心中更要燃起赤子之火 红竹 是文一多先生在一九二三年的诗作 用红竹的意象 表达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 这是文先生心中之火 更是我们大家心中之火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一起 朗读红竹 红竹啊 这样红的竹 红竹啊 这样红的竹 是的 红竹啊 吐出你的心来笔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竹啊 是谁是的蜡 给你蓄体 是谁点的火 变到灵魂 为何更需烧大成灰 然后才放出光来 然后才放出光来 一步再步 暴盾 冲浮 红竹啊 骨骨 骨骨 也需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可是自然的光 红竹啊 骨骨啊 鸡翅们 别烧 烧啊 烧啊 烧过世人的火 别守住他们的灵魂 别到过他们的监狱 红竹啊 红竹啊 你心火把刀之急 正是内游开始之日 红竹啊 将为他们 为是为烧了 既已烧到 又何伤心 是 沈家书 这恒山上的温度 会比长差低很多 你被子这么薄 我这多了一场 来 你拿人用吧 不用 不用 我的身子骨棒着呢 没你那么弱 给你 我是你学长 我要你拿人用你就拿人用 谢谢啊 来 家书 没想到 过张子话剧的演出 能在民众中 引起这么强的反响 看来 戏剧对于 唤醒民众来说 是一件很有力量的武器 等过张时间有空了 咱们再拍一出怎么样 太好了 我跟你讲啊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莎士比亚的《哈梦雷特》 我以前在白老老会啊 看过著名演员 奥利弗尔演过这个话剧 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要是不要 那是 问题 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这有意思 你别坐我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文杰 没想到你还挺假牛的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凭什么就你程家树 我才能抢救啊 家出 文杰 家出也是无心之举 你别放在心上 坐 坐这儿 你跟我说说 这是啥梅特 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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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共产党铸相代表徐特丽先生 就要来我们长沙林大校园演讲了 徐特丽 是毛泽通中学时期的老师徐特丽先生吗 他演讲的主题是 动员群众抗日救亡 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陕北延安的情况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一块回去听演讲 当然可以了 如果想去的同学 可以来叶润铭站报名 我们大家一起回长沙 好 太好了 同学们 来这儿 来 我帮你们俩一起报名啊 我自己去 我自己报 那你到底什么呀 文杰 你怎么不去报名啊 大家要回长沙听演讲 一起去吗 我就不去了 我学习也跟不上你们 而且最近几天文先生身体不太好 我就留下来 顺便也照顾他 好 同学们 大家都听说过共产党了 我 就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 国民政府 把我们共产党宣传成洪水猛兽 原来我对共产党提出的共产主义一知半解 但是听到 徐先生的思想和主张 真的是醍醐灌定 心中的模糊概念 突然变得清晰 刚刚您提到了延安 我们大家都特别想知道 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的 是啊 徐老 你先听别人说 延安是一个落后的山北小镇 现在的延安 已经不是那个落后的山北小镇 在那里 共产党带领人民扫除文盲 实行民主 破除迷信 发展文艺 提倡科学 延安是一派生机勃勃呀 早就换了 崭新的面貌了 有机会 正想去看一看 走一走 随时欢迎 那里的人 会热情地欢迎你的 我也一定会去的 不仅要去延安 如果有机会 我还要游遍祖国的 大家南北 去做社会调查 去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社会 去了解 普通劳苦大众的生活 我很欣赏你的想法 要想改变中国 必先了解中国 要想指引人民走向富强 必先了解人民 徐老 我听说 您是毛泽东先生的老师 我反复研读过毛泽东先生的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 办法和前途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跟您 做更深一步的交流 随时欢迎你和同学们 到我们八路军住乡通讯处找我 谢谢您 徐老 谢谢徐老 好好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别送别送 请留步 你们学习都太紧张了 徐老再见 徐老再见 好 回见 回见 好 任明啊 既然你对毛泽东先生的著作 这么感兴趣 一会儿去我那儿 再多拿几本给你 都是毛泽东先生的著作 有矛盾论 实践论 你看了之后 一定会有收获的 好 那我现在就跟您去拿 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清华日军攻陷南京 日军在南京对中国军民 展开了长达四十余日的血腥土杀 滑东告急 全国告急 南京与昨日沦陷 告急 告急 滑东告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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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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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告急 全国告急 我先下去了 日本军队由周瓦门开着我们首都 放回抢奸大肆屠杀 南京成县 头两天之内保卫战伤亡打五万人 妇虏老弱惨遭屠杀者三十万 这只是一群畜生 亲手不如 我现在还不能身在南京跟他们拼了 我们不能再练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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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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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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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为国战 为民族而战 知识超高 知识超高 一声放光 一声放光 知识超高 一声放光 知识超高 知识超高 一圈八卦 老师 赵贤兄 大家都听到了 外面的学生是群情激昂 我们都是做老师的 应该尽快地拿出一个主意来 好帮助学生们尽快地做决定 赵贤兄 约翰说的是 原本学校就战事教育和常态教育起过争持 很多学生不理解学校的选择 现在南京沦陷了 这么一群热血青年 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医生 你这一路上听到的 看到了不少 你怎么想 战事时时机日 华东华北已经沦陷了 华中华南 也危在旦夕 现在何止是学生们哪 就连我 都想扛枪到前线跟日军决一死战 我曾经说过 我希望他们留在学校读书 而不是扛枪去打仗 可时至今日 国家兴亡匹夫幼泽 他们不只是学生 也是一群有血有肉 有热情的中国人 我建议学校 不要过多地干涉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不管是留在学校读书 还是扛枪打仗 他们都有选择的权利 老师 您的想法呢 老师 夜来我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犬子西户刚刚为国卷取 老夫的心里痛处不已 但是这些个孩子们 各个的爱国之情 和他们独行的报国之志 让我敬佩不已啊 这件事情我以为 一输不一读 要给每个入学的学生 保留学籍 给他们一切有利的条件 只要战争结束 他们回来 学校的他们 一定要给他们打开 我支持老师刚才的想法 学生们的选择 我们尊重 是报名参军 或者是继续读书 我们都支持 但是此事 千产面过大 恐怕不是林大 大俗能单独决定的 我积极上报 正去早日 把消息告诉同学 凡学生有意至 国防机关服务者 不论由学校介绍 或个人行为 在离校前 接续去注册处登记 以便保留学籍的学生 可领取学校颁发的 参加抗战工作介绍线 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上前线了 林大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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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好去哪部队了吗 中央航校 我考定了 我去国军的王牌部队 第一时间上战场 手刃敌人 同学们 大家静一静 校常委会研究决定 尊重同学们的意愿和选择 凡是想上阵报国者 可以来我这里填表 学校会发给你们介绍信 送你们前往前线各部 走走走 走走走 小心 小心 快起 小心 小心 你上快点 快点 快点 都去着急 一个一个来 来 干吗呀 来 干吗呀 落后 给 好 听得懂了 任青 你也要报名案 对啊 我也要上前线 你是女生 你不能报名 女生怎么了 女生就不能参与打仗 报小国家吗 不是 这打仗是我们男生的事 你就别添麻烦了 到时候你上战场 我们还得照顾你 你这是性别歧视 我觉得吧 学校就应该男女平等 一视同仁 学校是不会性别歧视的 要不这样吧 你先报名 军队收不收你 就要看军队的意思了 谢谢裴先生 等 等 说说一看 哥 赶你来 我去 进 花几姐 你快签吧 签吧 我还没想好 这有什么好想的 华俊杰 同学们 同学们 校长好 校长好 同学们 我非常钦佩 大家抗日爱国的勇气和决心 我作为你们的校长和父辈 我以你们为荣 好 好 如果哪位同学 想到延安参加八路军 我可以给他写介绍信 去啊 我们南开的校友 周恩来先生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他跟我说过 共产党八路军的大门 是永远敞开的 欢迎各界人士参与抗战 好 好 好 蔡教授 我要去延安 帮我协议方吧 好 欢迎大家 你叫 我叫雷正 雷正我去了 去吧 家树 姐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家树 我看到你报名参军了 国家蒙难 每个人都当挺身而出为国出力 这是对的 可是你要写封信跟家里人说一声啊 姐 我原本是打算一直好好读书的 可现在时机已经这样了 谁还能安心好好读书啊 南京已经沦陷了 长沙还能安静几天啊 与其在这里等着被日军的飞机给炸死 还不如上前线战死沙场 也当一回英雄 这么大的事 你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吗 姐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战场上的每个将士 谁没有父母 谁家的父母要不担心 我已经决定了 就算你告诉家里面 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那 雷先生 这次真的是让我太震烦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同学报名参军 连李晨霖都参加了 他平时的体育课 可是从来都没有几个人 这就是爱国的力量啊 裴先生 他们说眼睛有近视的不能参军 您说国军能收获吗 现在军队正在用人之计 去当兵 不一定都是带兵打仗的 你可以发挥你的特长 去做文职工作 谢谢裴先生 裴先生 我一会儿把报名参军 所有同学的个人资料 整理一下 连同他们的参军异象 一起交给您 好 快去忙吧 嗯 黄俊 你知道同学们有多热烈吗 不到两个小时 就有一百三十八人报名参军 外面还有更多的同学 在排队报名 我想好了 我要去延安 张校长可以做我们的介绍人 我们去参加八路军 我们跟着共产党去考虑 我们 对 就是我们 怎么了 你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吗 任命 我没有报名 我觉得太突然了 同学们的热情高涨 让人不由自主 当我看到那些报纸上的文字 那些照片时 我也热血激荡 我也想冲到日军的刺刀下 去保卫我们的国家 只为抗日献一份力量 当你把笔递给我的时候 我真的差一点就签上我的名字了 可是我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问我 我们不读书了吗 我们不读书了吗 我迟疑了 我问我自己 我是因为日军 在南京犯下罪行的刺激 所以激动之下做的决定 还是我真的下定决心放弃学业 奔赴战场 所以 你才一个人坐在这里 那你现在想好了吗 没有 没有 华俊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都特别地冲动 润鸣 我知道你心直高远 心向革命 如果你下点决心 我会支持你的 而你 却不一定与我同行 对吗 对不起 没有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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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等着你的决定 对不起 叶学长 找你半天了 赶紧在这儿呢 我们也要去啊 帮我们一起报名吧 好 去吧 来 这边 来 我不管 我就要去参军 林小姐你来得正好 你来替我评评理 你说我们家二少爷 明明是来读书的 可他现在要去登兵打仗 这子丹不长眼 万一他有个三尘了呢 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啊我 华俊什么人啊 能像你这么狭隘吗 就是 不上前线就是狭隘吗 我也不上前线 按你的意思 那我也挺狭隘的 你不也报名了吗 他没报名 说是没想好 华俊姐 你到底怎么想的 大家都报名了 你还有什么好想的 我在想 我们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上了前线 在战场上 我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不管有什么作用 我们多一个人 就多一个战士 战士 陈家树 我们都在二十九军服务过 当看到雪林林的战士 被抬下来时你吐了 我那是 润青 我们都经历了南开轰炸 小屋门轰炸 当炮弹砸下来时 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甚至连唐队和三牙子 都保护不了 上了战场 我们又能保护得了谁呢 还有 碧云霄 你还记得 你的父亲 碧副市长所说过的话吧 这就是我这些天 一直在想的问题 无论你们说我协爱也好 怯懦也罢 我已经决定继续读书 我也希望 你们能冷静下来仔细地想想 你们是真的做好了 我头皮从容的准备 还是愿意继续学习 完成学业 上战场没错 留下来也没错 人各有志 我从没觉得你怯懦 谢谢 如果你要奔赴前线 我会为你祈福的 谢谢 陈教授 我们都在二十九分服务过 当雪玲玲的战士被抬下来时 你吐了 我们都经历了南开轰炸 小无门轰炸 当炮弹砸下来时 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甚至连藏堆和三牙子都保护不了 上了战场 我们又能保护得了谁呢 我已经决定继续读书 东南渡刺公缺 安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